宣传口弹压不住财新网顶峰坐实朱军性丑闻,朱军被指性侵惯犯,被称为银窝,后宫的央视在天心丑闻。 26日,大陆网络热传,中共央视主持人朱军性芳扰丑闻,消息很快遭到封杀当天露媒,甚至香港党媒的相关报道,都被删除干净不过。 大陆财新网次日又发出重磅报道,通过采访当事人及其师友,证实朱军性侵惟,显得不同寻常北京时间7月27日,财新网发布文章,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朱军性骚扰,不仅详细讲述了朱军涉嫌性侵女生的细节,还采访到涉事女生及其身边的老师和同学。 今证实了此事真实性文章,还指涉事女生的女老师表示,朱军的行为不只是简单的性骚扰,而是猥亵甚至性轻未遂。 涉事女生接受采访时,表示事发在2014年,她当时是北京一所艺术类高校的大三学生和同学,一起去央视艺术人生节目中,实习朱军为该节目主要主持人。 当她单独留在化妆间采访朱军的时候,朱军突然聊起,让你留在电视台,以及可以帮她打招呼读研的内容。 虽然她毫无负荷,但她越说越兴奋,很快嘴唇就贴了上来,双手隔着衣服试图猥亵,丝毫不顾及她的阻拦。 随后,由于嘉宾进入化妆间,她才得以脱身。 该女生表示,朱军并不觉得,自己是在性骚扰,她就是善于用权力,或者好处换取年轻女孩肉体上的便宜,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。 该女生还透露朱军是个惯犯。 因为在她报案的时候,一名年轻警察特意私下对她强调,这事情发生不止一件。 我希望你们坚持下去报道说,该女生遭遇朱军伪谢后,感到恶心,恐惧并第一时间向姑姑和身边的同学倾诉之后。 她的一名女老师在咨询了律师意见后,鼓励并陪同她到央视大楼旁的洋房店派出所报案。 只要报案就有案底,哪怕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,最起码会产生震慑。 陪同她去报案的女老师说,这也是律师的意见。 不过积极调查取证的警察很快被更换。 警察和邪校老师都开始劝她大事化小,只是摸了一下而已。 她的父母也遭遇压力,心急如焚。 该女生对立案和惩罚朱军的诉求变得消极,案件不了了之,才希望这篇文章27日下午3点左右上线,但大约10小时后就被删除。 中间还曾有过一次更新修改,26日,大陆微博,刊出某匿名女网友的长文,控诉在央视实习时遭诸军性侵未遂报警,也于是无补当天。 该文章迅速在社交媒体扩散开来,而且罕见的是,连环球网等中共倒霉都第一时间报道了此事,并完整发布了举报者的长文图片。 不过该微博当天很快删除相关报道,也遭遇全网撤稿微博上朱军,已成为禁词,只能用朱军朱军搜索。 有消息指26日最后报道该事件的是,被指香港党媒的凤凰网,网上甚至发起凤凰网挺住的话题。 不过文章最后还是遭删除,在相关话题遭遇全面打压的情况下,财新网顶峰而上,坐实朱军社性侵的指控。 显得不太寻常观察人士指出,处于中共政府部门严密监管下的大陆网络,什么话题能够热起来背后。 往往有某种官方力量的,暗中操控朱军四年前的一次性侵未遂,突然在一天内被炒热背后,不排除涉及政治因素。 中共宣传部门,患养有数量庞大的网络评论员民间面称为五毛,目的是遵从上级指令制造相关舆论。 此前每当出现危及中共政权的重大敏感事件时,文先器惯例都要推出某些桃色事件等转移视线。 目前正值中美贸易战升级,假疫苗事件冲击中共执政合法性之际舆论,突然爆炒名人性侵事件,引发外界质疑并不奇怪时政评论员唐靖远, 认为朱军属于中共体制内人士一度被指为央视一歌曲丑闻,被拿出来翻炒目标,可能指向他的政治后台,而宣传部门对他的维护,则可能是他的靠山在发力。 财新网被指和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,一度是反复风向标。 此次顶峰报道,央视代表性人物丑闻,与日前国新办主任蒋建国去职前后呼,应其背后所指耐人寻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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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逢阅 顾影 订阅